嗨宝们,我是塔拉拉 就想跟你们聊聊ADHD的事儿 你们听过ADHD吗? 它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多动症 严重的ADHD目前还是被归为精神障碍的一种 但是因为有特别多的人都展现出了这个特质 所以我心理学家预测ADHD马上就会被去病化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 一节50分钟的课你能集中注意力多长时间吗? 我从小就觉得我注意力很有问题 因为我只能持续15分钟听课 然后我就必须得干点别的 要么写写作业呀,读读课外书呀 要么就跟旁边的人说会小话呀 做做手工呀 反正我从小到大经常被老师和我妈说 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很爱走神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我的注意力不集中和ADHD联系到一起 很大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成绩好 所以没有人关心这事儿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前几天我有个很亲近的有ADHD的朋友跟我说 你也去查查吧,我觉得你肯定有 我第一反应是,哈,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给我描述了一下我最近在生活中的症状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俩面对面吃饭 他觉得我跟他聊着聊着天就开始神游 或者有时候他刚说了一个什么信息 我下一秒就忘了 于是我在回复他的时候完全记不住他说了什么 还有他发现我在看电影看书 看综艺的时候特别容易暴躁 只要我认真看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 我立马就停,不要说话 因为只要如果我开始说话 我的心思就再也回不到那个电视上了 还有他说我有时候会特别激动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突然神经开始兴奋 就必须要起来吃点东西或者玩点东西 要不然我就踏实不下来 总之根据他的种种观察 他认为我有ADHD 然后我就去哈佛心理中心做了一个量表 只要把量表填完了交给那边的医生 他就能给你诊断 给你们看这量表又这么厚 从你现在的精力一直问到小时候 他里边的表长这样 描述各种各样跟ADHD相关的症状 然后你来选 你是经常有这种情况还是不经常有这种情况 如果经常有这种情况你还需要写一个例子在这里 我做这个两本对我意义重大 因为他的描述激起了我很多很多原来的回忆 我自己可能已经忘记这些事发生过在我身上了 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想 哦 这不就是我吗 比如他问 你有多经常觉得你没有办法关注细节 比如你经常犯一些马虎的错 或者是忽视一些细节 为了吗 这是我的每一天 我觉得我的数学考试里面有30%的分是扣在这上面的 比如解答题忘了写解 比如从题杆里面抄数字 抄到下面就抄错了 比如我写了一个答案 但填到答题卡上就写错了 或者我上面写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前几天生病了 给老师发邮件请假 但是他一直没回我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把他的名字打错了 他姓胡 但我就打了一个H 写这个问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死去的回忆 乌样乌样的来攻击我 比如小学的时候 老师让手背后这么坐着 我老坐不住 过一会儿就拿出来扣一扣 过一会儿就拿出来扣一扣 然后老师就给我爸妈打电话 一边看着我一边的电话里说 你问问他上课都干什么 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工作以后 有回我的工作是收集一堆人的身份证号 名字和银行卡号 结果我做的那个报表就各种各样的出问题 然后我领导当时就特别气愤 跟我说你有没有再认真做 每当这些事件的时候我就特别耻辱 特别自我责怪 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好 然后越做不好我也怀疑自己 下次做的时候我就特别抵触 有一段时间我工作要做一堆很细致的货 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完了 我肯定做不好 我肯定要出错了 我的老板又要说我了 结果果不其然 检查了好几遍还是有错 我的领导很无语 我的心很痛 所以在我做这个表的时候特别震惊 我一项一项的画上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身上有这么多 我做不好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做 而是因为这是ADHD的症状 在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脑子上开了个天窗 我觉得只要我拿到了ADHD的诊断书 我过去的很多痛苦很多错误 都会被这么赦免掉 所以我很快就把这个表填好了 但是呢难点来了 这个表的最后一页是要父母填的 因为它需要追溯你12岁之前的行为 但是我当时有点恐惧给我妈打电话 一个是因为我怕我妈说 哎你怎么又瞎想 怎么会是ADHD呢 你从小表现那么好 另一个原因 我其实特别怕我妈跟我说 你原来根本不这样 因为ADHD的诊断标准之一 就是12岁之前就已经看到这些行为 如果你成年之后再发展 那就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特别怕我妈说的话 把我的猜想给证伪了 如果这样我刚刚那种被救赎的感觉 就荡然无存了 但是因为这是必经之路 所以我就战战兢兢的给我妈打电话 结果你猜我妈说什么 我妈说 我早就怀疑你有ADHD了 你小学的时候 我差点就带你去医院看过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 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妈说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给我抱那种小孩穿珠子的班 我压根就坐不住 穿两下我就跑了 穿两下我就跑了 所以不得不给我抱一些体育包 让我动起来 而且问卷上有个问题 就是您的孩子是否经常丢三落四 我妈说你太丢三落四了 因为我小时候住宿 从小我爸妈最常来学校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没拿彩笔呀 没拿学生卡呀 因为我那时候住宿 晚上回不了家 所以就必须让我爸妈来送 然后有时候就一休息见他们两三次 就因为我经常忘东西在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您的孩子有多频繁 会被外界因素干扰 我妈说太频繁了 我妈说我是那种做着一件事 旁边说什么话 我就立刻思绪被他们带走的那种 而且我妈还证实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确实也经常听不进去 总之我妈说我小时候种种行为 全都符合ADHD的标准 但她之所以没带我去看 确实是因为我的成绩 没怎么受影响 而且我的ADHD没有打扰到别人 就比如我没有在课上大喊大叫呀 没有爬来爬去呀这种 但是无论我曾经有没有被诊断 我听到我妈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真的大呼一口气 这是我近十几年来最放松的一个瞬间 就好像我的人生突然有了答案一样 在这次谈话之后 虽然我的表填好了 但是我没有再把它交给医生了 我拿不拿到最终的诊断 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不会再上学 我也不需要把这个交给老师 让他们来宽恕我 我该受的委屈 该承受的谩骂 以及因为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而错失了课堂上的细节 而被扣掉的试卷上的分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有了答案 而我要做的就是原谅自己 告诉我这一切不是我的问题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了 我本值得更好的对待 在那一刻除了委屈之外 我还有点心疼自己 因为就像我父母和一些老师说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 就是一个乖孩子 我不违反任何纪律 我不打断别人说话 虽然我自己在上课深游 但是我也没有打扰到别的同学 我手持有规划成绩也一直不错 以至于根本没有人怀疑我会有什么障碍 我也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支持 但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我为了达到那样一个看似正常的状态 付出了给别人多多少的努力 以及承受了多少次心理质疑 有无数次老师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你能不能再用心一点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告诉他 老师我真的用心了 当我挂在跟我妈的电话 看着表层一行一行的 频繁非常频繁 我心里所有的压抑 所有的不被信任的感觉 所有的自我怀疑 以及所有为了当一个好孩子 而假装做的事情 全部得到了一个解释 或者得到了一个肯定 甚至我也觉得这种肯定 不是这个问卷给我的 而是我给我自己的 就是我好像终于抓到了 什么外部的抓手 可以向我自己证明 我是好的 我以后可以更自由的生活 不只是ADHD这个事情 在这之后我发现生活里有好多事 我们急于向外界寻求一个证据 是为了原谅自己 而我们之所以不能一开始就信任自己 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很安全的 被信任的环境里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特别想去医务室 特别需要医生告诉我们 你现在就是有很严重的病 你不能学习了 你很不舒服 你需要休息 其实这些我们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到吗 我们都能 只是我们一直以来对自己太苛刻了 周围又没有人能完全的信任我们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证明证明证明 但其实你的感受又何尝不重要呢 退一步讲 就算我没有ADHD 我就是很难集中听课 我就是会马虎 那又怎么样呢 我没病就不能原谅自己 包容自己了吗 不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很多很多的爱 和很多很多的信任 不需要任何理由 也不需要任何证据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希望大家都能善待自己 如果你们有类似的经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呀 我是塔拉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